历史上的齐妃生三子一女受尽宠爱,儿子说错话被送给仇人,最终郁闷而死,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皇帝的后宫有多位妃子,其中有一位妃子把一手好牌打得戏了,那就是齐妃,剧中齐妃有一个儿子三阿哥红十,红十之前的几个阿哥都夭折了,所以他便成为雍正的长子,但是因为这孩子并不灵透,不受皇帝待见,齐妃也是个没脑子的妃子, 皇帝去看的,他啰啰嗦嗦就是几句话,要么三阿哥又长高了,要么三阿哥长壮了,一大把年纪还穿粉色的衣服,惹得皇帝很是反感,齐妃有时候蠢得让人无语,他听安令荣说家竹桃花粉有毒,便做了点心放了花粉,想要毒害甄嬛,后来皇后故意刺激他说,夜兰衣要是生了孩子,可能威胁三阿哥的地位,他就给夜兰衣灌了极寒的药, 导致他失去了生育能力,齐妃做的事情,让人觉得他真是少一根筋,最后被皇帝赐死,其实这背后是皇后捣鬼,他是为了能够抚养三阿哥,稍微用一些小计谋,就让齐妃中计,历史上的齐妃是怎样的呢? 其实在雍正的妃子中,齐妃的人生前半生算是非常风光,后半生却一言难尽,欢迎收看本宫八历史,点个订阅,一起学习历史知识,齐妃本性里,父亲是一名知府,李氏出身也算是一般,但是他长相出众,性格温柔,15岁的时候,入宫选秀被选中,第二年,16岁的李氏被赐给了比他小两岁的四阿哥印珍, 到了王府之后,他被封为侧附近,地位仅次于雍正的政绩,迪附近乌拉纳拉市,短短的几年时间里,李氏先后生下了四个孩子,其中三子一女,可见印珍对他很是宠爱,1695年,李氏生下了第一个孩子,也就是印珍的二女儿,后来被封为和硕怀克公主,雍正皇帝曾有四个女儿,齐妃生的这个二女儿,也是唯一活到成年的,几年后,李氏又相继生了, 两个儿子,可惜这两个孩子都夭折了,这让李氏很是伤心,不过当时印珍非常宠爱他,1704年,他生下了儿子红十,由于印珍前两个儿子都夭折,这样三阿哥红十倒成了印珍的长子,所以印珍对他非常疼爱,李氏也对这个孩子寄予了很高的期望,雍正当上皇帝后,李氏被封为齐妃,当时后宫之中除了皇后和年贵妃,就属齐妃了,可见当时皇后, 皇帝对他还是很重视的,按照这样下去,红十即使不被立为太子,也会被封为亲王,齐妃也会安享晚年,但是事实往往出人意料,1727年,雍正皇帝下了一道圣旨,剥夺了红十皇子身份,除掉红十踪迹,让李亲王允淘看管,对此群臣很是震惊和不解,雍正则解释说他年少放纵, 行事不紧,据史料记载,雍正和红十父子间有矛盾,引发了雍正的不满,电视剧中,红十也为同情八叔,为被父亲囚禁的八叔,十四叔求情,让雍正弟非常生气,这一段跟历史应该差不多,红十曾经犯了不少错误, 当时雍正正打算处置年庚瑶,他还找年庚瑶借了一笔数目不少的钱,让雍正知道了之后很生气,最终让雍正恼怒的还在于他同情雍正的政敌,也就是八王爷等人,为他们求情,这无疑是挑战了雍正的底线,也为雍正曾经和八王爷争夺皇位,于是红十被撤去黄带子,驱除出皇宫,那时候他已经结婚生子, 但是从此之后,他的母亲在宫中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,此后进封,在齐妃之下的西妃被封为皇贵妃,地位超过了他,齐妃却没能进封,此时的他在皇帝心中再也没有什么地位,红十受到打击之后,郁郁寡欢,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英年早逝了,才二十三岁,得知这个消息,齐妃备受打击,即使这样,雍正也没有来安慰过他一次, 齐妃是一个没有心机,还有些蠢笨的角色,在剧中曾多次被皇后利用,皇后利用齐妃的爱子心切,诱导其利用家族陶芝去害甄嬛的孩子,事情败露之后,明正言顺的打压了齐妃,夺走了三阿哥的抚养权,还让安岭容装了回好人,后来叶兰依受宠,皇后又采用同样的手段,故意在齐妃面前说叶兰依若生了孩子,会直接威胁到三阿哥的地位, 于是脑子荡机的齐妃又实名制给叶兰依送了碗酒寒汤,导致叶兰依不能生育,最终在皇后的挑唆下,齐妃为了不拖累儿子三阿哥,选择了自相,以死谢罪,从剧中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齐妃,是一个不得皇上恩宠的妃子,自己犯事之后怕拖累儿子而选择自相,但是,在历史上真实的齐妃并非如此, 和电视剧还是有很大出路,齐妃李氏生于康熙十五年,是知府李文碧之女,她比雍正大两岁,康熙三十年左右,十五岁的李氏经过选秀入宫,随即被康熙指给皇四子印针为侍妾,十年间为雍正生下四个孩子,在雍正的前四个儿子当中,有三个都是出自于李氏, 还有一个女儿,就是雍正唯一一位长到成年的公主,和朔怀克公主,都说后妃的生子数量,往往代表着妃子的受宠程度,可见她当时是有多受宠了,李氏在人生的前半场也算是母瓶子贵,几年间便从世界升级为侧附近,只可惜新人的到来,让李氏色衰而爱吃,随着年更姚妹妹的入府,李氏的存在感逐渐降低,但是谁知,就是有这么一天, 雍正却翻了她的牌子,让她去侍寝,这简直是让她喜出望外,可谁知,当她来到皇帝的笼床上时,却看到雍正皇帝显得非常无奈,皇帝好歹敷衍了她几句,便自己倒头睡去,不消一刻,憨声已经响起,齐妃就如同去约会的女生被放了鸽子,坐在床边委屈地直掉眼泪,齐妃用钱打通了关节,询问了静视房的太监,太监非常无奈地告诉齐妃, 原来皇帝是翻错牌子了,她原本就没有想过要宠幸齐妃,她真正想要的,是已经在宫中冷制了两年的叔叔觉罗氏,一个没有名分的女子,叔叔觉罗是满洲的一个老姓,意思是来自故乡的远房亲人,姓这个姓的人,早年间市居叶赫,哈达,复阿拉,英俄,扎库木,长白山伊尔海,阿盐等地,身份不算高贵, 皇帝选妃也很少能选到这个姓氏的人,但是就有这么一个叔叔觉罗的女子,长得容貌美丽,风情万种,让人见之难以忘怀,后来康熙皇帝的十四子印制见到了她,惊为天人,但是,由于门帝的差距,最终印制只能将叔叔觉罗氏收入自己的府内,当了一名世界, 不过,他对这位叔叔觉罗氏的宠爱是非同一般的,甚至连自己的长崽都是他生的,1722年底,康熙皇帝驾崩,雍正以雷厉风行的手段即位,之后,他就对那些曾经和自己争夺皇位的弟兄们,展开了一系列的复仇行动, 尤其是印制,更是被软禁在府内,在印制郁寡欢之时,叔叔觉罗氏不离左右,给这位曾经的大将军王以最温柔的关怀,然而,几天之后,雍正便传指,让叔叔觉罗氏入宫,印制和自己最心爱的女人,只能撒了而别,在旁人眼中,雍正这么做,完全是为了羞辱自己的兄弟,尤其是雍正的母亲,孝公人皇后乌雅士, 更是规劝儿子不要做得太过分,她是雍正和印制共同的母亲,但是在感情上更贴向幼子,帮孩子找回女人是理所当然的,之后雍正登基,对曾经王府的妻妾进行上, 李氏因有儿子红十,被册封为齐妃,为分排第三,但是,这个妃卫,直到他去世都没再晋升过,按道理,即便色衰而爱迟,他生了那么多孩子,还有三阿哥红十一号, 后半辈子本可以善终,但是,在后宫生存,不仅可以母瓶子贵,也能瘦子牵连,而齐妃,就是那个瘦子牵连的高位妃嫔, 在清朝的史书中,关于红十的记载非常少,从雍正元年到雍正三年,红十的有关记载寥寥无几,提到的也几乎都是他的缺点和悲惨遭遇, 其实这很不符合常理,到了雍正四年的二月,红十便被父亲雍正赶出了宫外,并将其送给了印四座儿子, 随后又被隔去黄袋子,削除踪迹,并交给吕亲王印桃看管, 事实上,红十之国,旁人一看就很明白,他只不过是雍正为了给红利登基铺路而选择的牺牲品罢了, 作为被雍正厌弃的红十的生母李氏,自然会被儿子连累,红十被赶出宫以后,雍正也表现出了对齐妃的厌恶, 直到雍正五年八月,这位当朝的皇长子红十,最终还是英年早逝,年仅二十四岁, 自从红十去世后,齐妃李氏已经完全没了指望,也很少有抛头露面的机会, 更不用提什么晋升名为了,雍正十三年,雍正病逝,黄四字红利登基, 红利登基后,恢复了兄长红十的踪迹,但是对于齐太妃李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, 不过此时的齐妃已经疾病缠身,乾隆二年四月,齐妃病重,乾隆下令将其移到了北海五龙亭, 被送出宫仅仅11天,齐妃便病逝了,享年62岁,纵观齐妃的一生,是典型的高起低落, 是雍正后宫高位分妃子中最凄惨的一个,虽然曾经深得雍正宠爱, 但所生的儿女接连夭折,唯一成活的儿子红十, 却在政治风波中身死,自己经手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不说, 最终还死在了宫外,真是可悲可叹呢,齐妃的人生可谓是跌宕起伏, 前半生受尽荣宠,后半生凄凉肚日, 后宫的女子们大部分都是母瓶子贵, 齐妃虽然有儿子,但是儿子不争气, 造成了她后半生悲凉的命运。